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提出了《香港制裁法》的法案草案 香港有49名法官、检控官以及《国安法》相关的人被结入制裁名单 虽然这些法案只是分别在参众两院首读 并交付外交事务委员会作出研究 未有确实的通过时间表 但由于法案的本质 以及美国国会审议法案的常规来看 进度可以毫无欲笑的快 这个初步标题为《2023年香港制裁法案》的法案 其实其实很简单 就是总统在法案生效之后180日里 向国会参众两院指定委员会 表明会不会制裁法案指明的人 以及之前有关决定的有 这类结构简单的法案 在英国和香港都不常见 但在美国这种法案是很常见的 因为这类法案很多时都会和一些非要通过不可的法案合并在一起 并且搭顺风车通过 国防授权法案、年度撥款法案都是这类型一定要通过的法案 而过往不少支持台湾的法案都是国会议员将条文合并在其他法案之后一平通过 在年底美国国会就一定要处理涉及预算撥款 以及国内政府权力授权的法案 香港制裁法案的简单结构其实很适合这种处理手法 也都由于结构简单 所以如果要通过时 美国国会的审议速度可以很快 甚至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和英国国会一条法案 随时用上整年时间都未必可以审议完成是很不同的 好像保护香港法案 只不过是用了两个月时间去审议 而香港自治法案都用了差不多逐步就通过 当然美国国会议员的提案 以至安排议程的权力也远比英国为大 英国有政府法案优先的传统 加上国会事务的编排权力 某程度上在外国成员、下议院领袖的手上 而并非由外国提出的法案往往寸步眼痕 但美国充分实践三权分颜 行政机关都要请求双熟的国会议员 提出政府想要的法案 并不可以直接干预立法机构的意志 这一点英美的宪政设计有十分大的差别 当然这个法案也有相当的必要性 一方面香港法院的审讯方式 本来已经和美国宪政要求的公平程序 英文叫Deal Process 有一段距离 但现在在国安法审判的方法 就已经变成一如 纳粹德国年代一堆曾经受过严谨法学训练的专业人士 为了政权一己之利为非作歹的地步 美国在1947年针对纳粹德国司法官员和法官的 纽伦堡法官大审举面 已经确立了参与政治迫害法官本身 就是参与犯罪行为的原则 现在美国国会议员公开以法的方式 制裁香港的法官和检控官 实际上是否定了香港法院判决的合法性和营修性 亦都为各国救申请 以至其他便利香港曾经受迫害人士的法律 清除法理障碍 另一方面 自香港自治法通过以来 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针对香港的新法律 或者推出相对应的行政令 去回应香港日益惑法的严谤 以及中共故意任命未受过制裁的人 掌管警队以及国政司 林定国和肖宅月都未受过制裁 但他们在镇压香港人上的表现 和邓炳强、郑若驊一样恶劣 所以美国在三年之后 添加制裁名单上的人 也是回应过去三年 未有任何改善 而且日益惑法的香港严谤 当然 只是教制裁系不会改变香港的严谤 只不过制裁系向香港施压整个政策措施的必然部分 有些人指部份港官在制裁之下生活得仍然不错 就否定制裁作用 这是偷换改善的说法 事实上 北京对美国新制裁法的激烈反应 因为制裁已经对中国和香港构成重大阴影 这是有实质效用的 只不过中国官员拒绝信应美国的要求 回到中英联合声明 中方自己声明的轨道上 相反 仍然用不同的招数 去拒绝回应英美等国的合计要求 只是暴跳预计 是不会解决问题的 只会加深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经贸移行 对